当你听莫插的时候 你会发现简然有这么严谨 又用这么少的音符 发挥到这么大的可能 这么伟大的表现 这么无穷的变化 同样 这七个音 在我们口里唱来唱去就是那几个 而在他的手中的变化 无穷到几乎无限量 除非古典音符风格的限制 把它卡在那里 否则他几乎是永远用不完才华 去把无穷无尽的旋律表现出来的 所以你看莫插的音符 你一听就知道 这么可爱 这么甜美 这么伟大 这么完整的东西 很温暖的配作 这一个空气的音符 进到我耳中了 当你听贝多芬的时候 这么伟大的精神 这么激安的个性 这么豁迫地表达 这么有能力的奋斗力 刺激我的生命 所以呢 莫插的音符是莫插的形象 贝多芬的音符是贝多芬的形象 在莫插最雄壮的时候 跟贝多芬最温柔的时候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我用两句话表达 贝多芬最最温柔的时候 像一只睡觉的狮子 莫插最雄壮的时候 像一只跳来跳起的羊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他们的个性绝对不是 用外表 只要有音 有界 有旋律 有节奏 就可以表达出来的 他们用很多的方式 请 strain 你要得给我 谢谢大家